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是简单 就是调调大路通罗马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用个table 用这个table我们可以分成三列 一列两列三列或者四列吧 这个图标也算一列 然后我们每次去每一列的时候 都还可以再细分 比方这一列 我在里头再放一个linal layout 这一列也是放一个竖像的linal layout 放两个tags field 然后你看它点击的效果 是要整行被显入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件 我们放在哪个地方 我们放在我们的table row里面就可以了 点击事件对不对 因为它也是寄存invue的 有寄存invue的 是不是就有这些事件 OK 我们来看它是怎么做的 我先看它下面怎么做的 下面这儿 linal layout 大linal layout 我们看一下它图标 怎么做的 也是个linal layout 但是大家看 这儿linal layout 这一块linal layout 只是图片 只是文字 看 那它的设计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设计有点意思 它文字是一块 那它图片肯定也有一块 图片又是一块 那它有没有把它们包起来的呢 它这儿用的是一个frame layout frame layout下面再用一个linal layout 这个linal layout下面还要再细分 用的relative layout 每一行都是一个relative layout 好 明白了 我们再看一下上面 这儿用的是一个linal layout 这个linal layout下面 又用了linal layout 来负责左边这块 它左边这块是linal layout 右边就直接是它自定的一个空间 叫电池的电量显示 这是个按钮 好 我们大概分析清楚了 它层次还有点复杂 它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上往下说吧 这是一个linal layout 这个大linal layout下面 它又分了 这个是水平的 然后左边又是个linal layout 从上往下的 这儿是一个它的自定义的battle view 是它的一个自定义空间 可能这个到时候会显示电量吧 我猜 这是一个按钮 这个地方是一个linal layout 纵向的 每一个linal layout里面 是一个relative layout 是一个relative layout 下面又是个linal layout 这个linal layout里面 又欠了两个linal layout 上面是图标 下面是文字 这是它的一个布局 所以大家看 这是它的一个分析 但是实际上我来实现 我们也可以换一些方式 比方这儿我就用tab layout了 所以这个大家看它 看大家自己 看大家自己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个图片而已 没什么复杂的 只是那个效果而已 OK 好 这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界面的一个分析 这个程序大家去下一下 经谍的 下下来 把apk下下来 这些图标你们就有了 这个页面的练习给它做出来 这就是大家这一课的 我们做这个UI这块的一个作业 大家回去练一下 好 那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分析完了 包括我们这几个常用的layout 我们就都分析完了 属性也都分析完了 下面引入两个新的概念 一个是fragment fragment的话 我简单说一下吧 在我们activity里面 就会有提到这样一个fragment 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效果 说白了 就类似于什么呢 左边是我们的像一个list view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菜单导航 右边就是我们内容的显示 就这样一个效果 而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fragment b 这块就是我们的fragment a 什么意思呢 那这样我们来看 我们fragment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网页的 什么iframe 对不对 它实际上就干嘛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 一组功能组的这样一个空间组 组合到一起 完成了一个业务功能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界面的模块化 模块化的这样一个分工 而这个fragment是从11版本开始引入 也就是平板电脑的3.0上面引入 它这个图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平板上到的它可能是这样显示 手机上显示不下 可能就是这样子 没点了一下来切换这个activity 所以还蛮智能的 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特点 我给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它的一个主要特点 就是因为它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生命周期 这套生命周期包含了 它从它的负元素继承的生命周期 它的负是谁呢 它的负就是我们的activity 就是它从activity继承的 这样一个生命周期 你看什么create这些都有 但它也有自己的 什么unattach什么的 这个unattach我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 分window 往我们去追加一个view 在分window上的时候就用了attach 是activity追加一个分window的时候 activity追加一个分window的时候 就用了attach 我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就它的一些生命周期 create view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就是activity出发的时候 就是uncreate的时候 它就uncreate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当呈现到它这个模式图模块的时候 create deal create view 这个可是很容易理解 它还有自己的一些子类 这个都不用管它了 这个可以理解得到 它可能呈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对吧 least flagment 它的实现原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还是用的inflator 动态来加载 所以呢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实际上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它 我们可以不用它 包括我们后面说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得到的 有个action bar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内容 也是一个新的内容 也都是在3.0里面引用的 但是如果没有它 我们能不能自己来实现这样的效果 我点一下在这边去切换 对不对 是不是也可以来实现 甚至于是什么呢 我可以把我的table 我给它弄到左边来 我们用table host的 我把table host弄到左边来台列 右边是我们各个activity的切换 对不对 或者我不用 我这就是个 就是这个least view 每次least view了过后 我给它动态的inflator 给它添加一个视图 添到哪了 这个地方我放一个view group 就行了 给它取一个ID 我动态的给它添到 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面 不就行了吗 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东西原理新的东西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复杂去封装这些各种各样的新的生命周期 没有必要了 那么大家针对这个的话 如果你真的想用它也可以用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我在这里拖一个过来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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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orry Fragment就一块嘛 这个地方它提示 它说必须要在11或者更高级别的API去用 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要去装 你老板们要用 你要装一个兼容包 这个兼容包我们猜都能猜到 就是基于老板们的API 去包封装的 就像按照我刚刚说那种思路来封装 大家自己肯定也可以去封装 如果你愿意装一个 就有这样一个效果 那针对这个的话 其实如果你在平板上面开发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学一下这个空间的使用 虽然这个学习过程稍微有点复杂 你要掌握它生命周期 但是当你学会了之后 你在用它的时候就会比较简便 但是你说我设计能力比较强 可不可以不用它 不学它 当然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特别是我们马上又要学到下面有一块 有一个include other layout 这个学了就更好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absolute layout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 frame layout里头 我给它include other layout 我拖一个 这个时候它就问你include的哪一个 我选一个吧 就选我刚刚最新的table layout 太大了 我拖一个 我拖一个 我估计还是中文引起来 可恶的中文 运行一下 我刚刚现在运行的是哪一个 有点短落了 我找个没中文的 这个没有 我新建一个 用fame看一下效果 叫relatively out 这个bug也太恶心了 relatively out 我们引用一下 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它直接就成片出来了 对不对 当时是我们一个framework fame的 我们没有去定义它的这样一个布局 但你可以去定义这个元素的这样一个布局 那么这个元素是怎么玩法呢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不是就直接用include就可以了 然后指定什么 指定你include的哪一个 它的属性叫料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在JSP里头去include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就包含嘛 对吧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模块化 一个个模块化 把它进行拼接成一个整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它模块化的一个词显 这个就还好 这个我们可以随时用 这个大家以后设计的时候也都用得上 而且我 重点要说一下 我们今天设的各个属性 它都是xml直接设的 你是不是可以在程序里面动态的去修改 包括我在这动态的依附论的 包括我刚才在讲table layout的时候 我动态的设置 它的某一列的显示和隐藏 是不是效果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大家去想象一下 下来自己做一下演练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讲layout的一些内容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只简单的给大家练手了一些普通的一些helloware的例子 但是给大家布置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页面的这个例子 大家下来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 因为这个要耐心 可能做这个页面不熟的朋友可能要做一天 至少说四五小时可能没什么问题了 那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就是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后面 我们马上讲完了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项目 其实那些界面就是要带着大家一个一个的做出来 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那么今天我同时也教了大家一种方法 当你发现不知道 遇到一个商业界面 不知道如何去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又借着我们的hacket view 然后自己去分析 它是怎么设计的 这样子我们多学 多模拟 多思考 实际上到时候再复杂的界面 这种应用程序界面都难不倒我们了 所以以后见到一个界面 我就在脑海里就开始轻轻切割了 Linor layout Relative layout Type layout 见到一个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那么要求大家具备这样一种切割的能力 那么这个周末我们在答疑的时候 我们干脆就大家多找一点商业的应用程序界面 我们来一个论道 我们来一个论道 到时候大家各自拿一些商业用程序的界面 我们彼此来讨论一下 应该怎么实现 我们说了条条大路通罗马 可能十个人可以有十种办法 我们最后大家来看一下 这种思路可不可行 主要是来这样子来看一下 所以大家记住 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商业程序界面来论道 那么大家下去 明天就好好去练一下这个界面 今天的话 这些内容我们再次重点强调 哪些是我们最常用的 别的你忘了都没事 但这几个必须要掌握 Linal layout Relative layout 还有table layout 实际上很多人table layout都不会用 但我要求大家掌握 OK 有什么问题没有 或者包括觉得我哪些地方讲得不清楚的 哪些地方还希望再多了解的 都可以提出来 OK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对吧 我给大家看 OK